著名动作女星杨盼盼 11月28日晚在香港TVB电视城 为筹款节目《善心满东华2019》表演进行排练 杨盼盼称这次不会亲自上阵表演 而是以指导的身份用经验去给新人意见 那这些后辈做的 有没有你和吴君如刘嘉玲十几年前的表现好呢 不同一点 因为以前我们比较破素一点 还有原始一点 现在好像那些技术方面多好多 好像我把那个车子改装了 就把车子零件都换完这次 帮他们做这个事情 我做了教练了 以前教练做的 现在这次我变成做教练了 变成一个都抖云 好像我拿经验 我觉得这个车是很重要 因为反而是他们还有肯冒这个险 我们尽量是创新年的动作给他们 另外杨盼盼去年9月在马来西亚拍摄赫穗片大地回春时 剧组发生失火的意外 导致20多名演员被烧伤 杨盼盼的脸 右手和双脚有72度烧伤 十分严重需要住院 那现在过了小孩 那现在过了一年 盼盼姐复原得怎么样呢 因为一做完之后真的不痛 那么也后来我想到还是要把它做 做完之后我都可以天下不敌 毕竟经历了那么大的灾难 心里会不会留下严重阴影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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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影 其实我一生来讲是没有阴影的 因为为什么阴影 我是我是十一二岁 一直到十五岁是特级人嘛 所以这种这种培训来讲 对我来讲是是不同的感觉 所以只有阴影没有的 反而是好想成功的感觉 其实我们学任何东西 好像他们在练的东西 都想在那天成功感 大家都向那个目标去走 所以对他来讲是是好开心的 虽然有一个目标 给你是大家一起做一个 好像看着好的画面 这最好还可以做上次 这是最重要的 某方全美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